那今天高雄有8例 那8例裡面呢 6例是解隔前 因为要回家了 所以要解隔前要做一些裁检 那有6例是解隔前的裁检 确诊 那这个也代表 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代表说 我们当时在匡列隔离的时候 我们有把我们的风险把它控制在 一定的范围里面 那就可以来减少 外溢到社区传播的风险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报告过说 在匡列隔离 透过疫调来进行 这个在现行 或是过去的一些实务上 这个当然能够 大范围的一个匡列 就能够把可能的 潜在的接触者 能够把它 这个在他还没有发病前 就先把它做匡列 那以这个大辽的幼儿园为例 那累积到现在已经有十个小朋友 那这个确诊 那这十个小朋友 其实大部分还是属于跟我们这个小朋友是同班 那也有同楼层的 那也有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小朋友 那换句话说当时假如说我们是小范围 那你就可能这个会有一些外溢到其他 因为小朋友一般来讲 幼儿园的小朋友 带药口罩要挂掉实在是很困难 那所以在这部分 风险都还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面 在社区传播的风险 那八例里面 六例是解割前的裁剪阳性 那另外一个就是居服员的 这个照顾者 就是昨天有跟大家报告一位 居服员他的受照顾的对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位 北中南移动的这个家人 这个因为长时间跟这个国中生 也是原来第一个发病的这个个案 那昨天是他的家人 他的爸爸 那今天是他的同住的家人发病 所以这个还是属于家庭的一个群聚感染 所以总共有八例 那这个六个 这原来是匡列隔离的对象 那一个是很特定对象 也找得到感染源 那另外北中南移动的同住家人 这个感染也非常的清楚 也请大家这个放心 那我接下来再请这个攀检记来跟大家说明 那这几个染疫的这个状况 他们的健康情形也一并来做报告 是谢谢市长 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新年好 那我们今天公布中央六星星指挥中心 也同步公布的这八例的确诊个案 首先我们看到高雄港这边疑似群聚的一个相关的延伸案例 那今天公布的在19003、19002、19000以及19001 这五例个案都是当时在第一波的确诊者匡列的接触者 那都是已经隔离将近期满 然后去裁检呈现阳转的个案 那这个部分由于在可传染期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都在防疫旅馆因此没有什么足迹需要公布 再来就是讲到18986 18986刚刚市长有提到 他是昨天公布的一个确诊个案 就是18904 他是对不起 是18904的这个照顾对象 18904他本身的工作是居服务员 那18986是他的照顾对象 那因而染疫 那附带一体 18904他主要的负责照顾对象有8名 这8名都已经进行了匡列、裁检、隔离 目前就只有这位18986是有确诊的情形 那18986同住家人8名也都呈现阴性状态 是那其他的一个居服务员跟照顾对象 这个部分 同事这部分也都是呈现阴性 再来就提到在我们的大辽的这个幼儿园的状况 那这是来自于不同感染病毒株是源自于这个18749 这位小朋友在宜兰旅游这边所引起的这个群聚 那整个幼儿园到目前为止 累积了包含屏东的一例确诊个案 总共加起来十个小朋友 这幼儿园的小朋友染疫 那昨天新增了一位在隔离中发病的个案 18986 那这位也是属于在幼儿园里面是属于同班同学 那在这个从北中南有足迹到高雄这边 确诊的这位18905这位个案所衍生的家庭群聚 到他爸爸18942到他妈妈18988 那昨天新增18988这个个案 那这位个案是因为跟18905一起密切接触到高雄来 然后跟18942一起会合 那在高雄这边有一些足迹的停留 那综合以上其实今天在整个个案的一个足迹公布上面 那有包含有六例在居隔中 或者去解隔前这边发病的 没有足迹需要公布之外 那在招聚服员招呼对象的部分 因为长期的一个行动不变 那基本上也是属于没有足迹公布的状况 那在这个新增的这位18942这位家庭群聚的妈妈 那有一个足迹需要新增 就是跟昨天大概18905 18942 18988 是属于同样的一个足迹状态 那这个部分也请也请市民朋友这边 就合并去了解一下这个停留的一个状况 以上说明 ление说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